对吧 反正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你说她个车磨 那么多好的她不嫁 非要嫁我们家 我怀疑她真的是 看我们家产了 所谓一山难戎二虎 如果将来有机会 要组成家庭的话 母亲和美辰 你们两个关系 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调整 以她这样的长相呢 通常没有老人缘 比较红美啊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很无辜 因为我长成什么样 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是我妈决定的 但是呢 向游新生 你的妆 你的颜色色彩 是可以改变的 还有你看人 你的动作 第一印象 你就输了 你今天的妆术 特别不适合 跟老人来告白 我觉得大概应该穿成 我这样 比较端庄的连衣裙 因为我知道我婆婆 本来就是 最反对我的一点 不是工作的这方面吗 所以说我今天上来告白 我就是想让她 彻彻底底地接受我 所以说我就想让她 看到我 平时我工作就是这样 那我就这样 让她看到 你这样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你要让她看到 你希望她接受你 你为她而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和改变 我现在看出来了 不仅仅是职业的问题 而是你比较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美辰 美辰 虽然说我觉得你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对大海的爱 但是你对阿姨真的是不够尊重的 像如果以后嫁到我们家 如果以后嫁到我们家还闹到我们家 鸡选不赢啊 阿姨 因为我天天吵架 我承认我今天态度是有些着急 但没办法 我这个事情已经压制我半年了 我真的非常着急 但是我想说如果我真的进家门的话 我不可能不尊重你 阿姨 我给你支个招 你就放这个时间让他们俩去相处 你所看到的问题如果真的对于他们俩而言是问题的话 那他们俩之间一定会有矛盾的 所以你不用着急 你现在不用去强行的拆散他们 你越拆散他们 他们俩抱的越紧 让他们自己的矛盾上层为主要矛盾 但是我这种性格是懦弱的那种 我想说阿姨 真的我今天来这个现场到这个节目 当时报名的时候 我很纠结你知道吗 对我不是尊重您 我不会到这来 那行 你喜欢我儿子 你尊重我 我现在 我听着让你别干这个车磨 我这个职业考虑吗 这就是你对我的注重 阿姨我也问你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 我不干车磨 我做不了别的行业 那么我到您家 不还是成为您家在养着我 你不是还有理由再说我吗 归根结底 我给你钱可以做别的呀 你给我钱是您的钱不是我的钱 来来来来 是你的钱 我觉得以前有点不干净 我不喜欢那样 是啊 你就是觉得说 那你 那你这样阿姨 你就有一些无理取闹了 归根结底 不是说我职业 我不是什么样 而是说 就是不喜欢你那种 你阿姨知道有一句话吗 心地善良 嘴上盐 心不饶人 嘴上贼 所以我们宁愿要个抬杠的鬼 也不要一个嘴甜的贼 这个女孩 要真的要寄予你的家产 她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 跟您对着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